第一千一百六十八集 你 怒气冲冲地盯着叶好轩 灵霄的脸色突然又缓和了下来 她咯咯地笑道 哼 没关系 我不生气 你现在的目的 无非就是要赶我走嘛 可我偏偏不走 我看你大名鼎鼎的医生 到底拿我有什么办法 我是第一次 见到一个人可以不要脸到这种程度 叶好轩无语地摇摇头 随你怎么说吧 反正我跟定你了 灵霄无所谓的摇摇头 她才不在意叶好轩怎么说呢 她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把叶好轩给看死了 免得叶好轩再惹出来什么麻烦来 对于你这种人 我还是真的没有办法 叶好轩投降了 她善善地笑了笑道 不过你最好跟我保持点距离 因为我现在对玄乌鸦这个人的印象 极其的不好 我觉得你就是她派来坚守的 所以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否则的话我可能会有哪天 突然控制不住自己 另外 我还有一个喜欢吃醋的女朋友一直跟着我 而我们在做某些少儿不移的事情的时候 你也最好远一点 不然的话她会忍不住发脾气的 流氓 灵霄的脸微微的一红 她掰了叶好轩一眼 转身离开 这么骂都不走 这女人挺能忍啊 看着她离开的身影 叶好轩冷笑一声 她可没有时间跟这个女人 天天地磨来磨去的 不过灵霄的忍耐力 似乎是有些超出了想象 不管放什么大招她就是不走 回到住处的时候 李延欣还在静坐呢 直到叶好轩来到她的身边 她才睁开了眼睛 回来了 李延欣从床上走了下来 她看着叶好轩道 我觉得你成天做这些事情 挺没意思的 更没有一点意义 为什么没有意义 叶好轩反文道 因为你不可能永远也不离开这里 只要你一离开 有些小混混 马上就会反弹 听我一句话 人都有意思 你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赶快让自己变得强大 让自己的实力恢复 这些事情 我现在反而不着急了 叶好轩小了小 因为急也没有用 我不知道从哪里找到 另外的四颗女娃时 我也不知道如何去把 五十一区的人给揪出来 这个世界上 每天都有人死去 每天都有新的生命出现 我现在突然觉得 这么努力地去做有些事情 其实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太多的事情 是早就已经注定好了的 我怎么觉得 你堕落了 李延欣走到了叶好轩的跟前 唯唯一笑道 这可不像是你 以前的你 从来不认命 但是现在的你 反而有些认命了 我只是想顺其自然 叶好轩提了提神道 因为有些事情 你多想了也没有用 顺其自然 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们来到美国 本来就不是奔着 那几块女娃时来的 而是要发展中医的 哦 你组建的那个中医团队 现在应该已经出发了吧 李延欣理解叶好轩的心情 其实他也支持叶好轩这样做 凡事顺其自然 总会有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的 这也是李延欣的信仰 出发了 过不了多久 中医团队就会来到这里 到时候就想办法如何让中医在这里立足 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五十一区的人怎么办 两半 叶好轩微微地一笑道 敢招惹我 走回去就是了 现在他们在暗 我们在明 他们时不时地跟我们制造点麻烦 虽然伤不了根骨 但终究还是一个麻烦 我们本来就是在明 五十一区的人的能力 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他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让我们猝不及防 所以我们干脆就不多了 我倒是要看看 他们到底有多少能来 叶好轩淡淡地说 好吧 那我就听你的意见 李延欣微微一笑 主意交流团队 要多少天才能到达美国 叶好轩问 最快三天 而且这一次的团队 是新组建的 现在 你带动了全国的中医发展 以前只生活在穷山沟里的老中医 现在好多人都出山了 他们要为中医发展 做一些贡献 这一次的中医 有些面孔是新的 不过他们的医术 是顶尖的 不管怎么说 只要医术好就行了 叶好轩微微一笑 另外 一来美国发展中医 总得跟美国方面 打打招呼吧 李延欣提到 这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那时当然 在人家的地盘上 想生意 总得让人家同意吧 叶好轩点点头 不过 现在驻美的外交部 好像是被天工的 其他部门接手了 天工的人接手外交 敢再迟一点吗 谁接的 叶好轩心里涌出了 一股不祥的预感 他有些怕了起来 马蛋的 便是灵霄那个女人 接手了吧 具体原因不清楚 总之以后 不管你走到哪里 恐怕都会有 天工的影子 李延欣无奈地摇摇头 玄武牙 貌似对你不怎么放心啊 他越是对我不放心 那就越是说明 这王八蛋有问题 叶好轩冷笑了一声 天工的权力是有些大了 大的让他意识不到自己 在做些什么 那也没有办法 以前的天工 是不参与朝代病更当 他们只在历朝历代人 需要的时候行身 但是行为不受任何约束 见过初期 我们的几位大首长 可是跑到天工 没少磨破嘴皮子 天工这才归属华夏 当然 他们是有条件的 以我对这个部门的了解 他们是不可能 无缘无故地归顺华夏 至少 他们归顺的 不是那么甘心 是吧 所以天工的权力太大了 作为天工一号首长的玄武牙 他的势力 貌似大的有些吓人了 叶浩璇淡淡地说 那也没办法 只能慢慢来了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 陪玄武牙玩 现在也没有到 撕破脸的时候 感觉处处受制于人 怎么都让人有些不痛快 叶浩璇重重地一拳 挤在了墙上 好了好了 如果你拉不下脸 我去找林萧舍 李延新拉着叶浩璇的手道 现在外交的权力 掌握在她的手上 想在美国这里把中医打响 还得让她去沟通 那胸大无脑的女人 她不把事情搞砸 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叶浩璇冷横了一声 她对于林萧这种关系 互相来是不屑的 那也没办法 谁让人家有一个权力 大的惊人的爹呢 算了 回头我还是去找她吧 你去找她 她肯定会为难你 以你的脾气 她敢为难你 你能毁她容 到时候事情肯定会更糟 叶浩璇有些没脾气地说 你是怕我把事情搞砸 还是怕我毁了她的容 李延欣盯着叶浩璇道 都有吧 叶浩璇一争苦笑了起来 我就是觉得 只要是漂亮的女人 对你都会有致命的吸引力 李延欣盯着她道 不管这个女人 是不是你的对立面的人 你都会原谅她 我 叶浩璇哑口无言 她真的不知道 说什么好了 当叶浩璇出现在 林霄的跟前时 她自己都感觉到 有些无敌自容 让她淡疼得是 她自己 从来都没有想过 自己有朝一日 竟然会求到 这个女人的头上来 看着这个女人 得意洋洋的表情 叶浩璇有股浓浓的淡疼感 那个 林霄 叶浩璇叫了一声 嗯 找我干嘛 林霄盯着叶浩璇 明知顾问地说 现在驻美大使已经回去了 这里的一切 由林霄暂时接手 叶浩璇想在这里 有什么行动 就必须 去求着她才行 没错 是她故意下的命令 把大使馆的人 都送回国了 放他们几天假 她就是要跟叶浩璇过不去 她就是这么任性 有些事情 可能要大使馆的人出面 关于外交方面的 不过他们现在都回去了 叶浩璇说的话 连自己都感觉到无敌自容啊 是的呀 她拉不下脸 求这个女人 但是昨天晚上 她才把这个女人给得罪 而且是往死里得罪 这个女人 现在能给她好脸色看 那才奇了怪呢 不过这些都不是问题啊 问题是叶浩璇 拉不下脸 求她呀 看她这一脸得意的模样 叶浩璇就有种 想暴揍她一顿的冲动 妈的 这关系忽就是不一样啊 不管是走到哪里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哦 你是说中医考察团的事情吗 灵萧小了 嗯 不仅是这个事情 而且 我要在这里推行中医 需要大使馆的人 在这里 事先的破好路子 在人家的地盘上扬道 总得给人家个说法吧 嗯 我就这点要求 没别的意思 这是事关大局的 哼 的确 这是事关大局的 灵萧一点头 她得意洋洋地 看着叶浩宣导 说好听点 这是民族大义 这是你为了发扬中医 说不好听点 这就是你自私自利 想让自己的中医 卖得更好一点 我说的没错吧 我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 我是真的想推行中医 如果中医推行开了 不仅是我的中药 全国的中药销路都很好 叶浩宣盯着灵萧道 我们之间是有恩怨 但是你要清楚你自己的身份 不要把个人的情绪 带到工作上来 不然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 坐这个位子 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没说不去呀 灵萧看着叶浩宣道 但是我现在心情不好 你想让你的中医团队来美国之后 不是游山玩水的 那就求啊 你 叶浩宣被掖住了 要他求他 他还真的拉不下去这个脸 但是这个女人就是故意的 他也丝毫没有办法 求还是不求 你求我的话 我就帮你 不求我的话 大门在那边 灵萧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咬牙切齿地说 叶浩宣 恐怕你自己也没有想到 你会有求着我的这一天吧 你把自己当成什么了 叶浩宣笑了 看来华夏是给天宫的某些人的权力太大了 以人得到鸡犬升天 我倒是要问问 华夏天宫的人 什么时候能影响到外交了 另外 你想让我求你 下辈子吧 叶浩宣冷笑了一声 转身就离开 叶浩宣 身后传来 灵萧气急败坏的声音 他只是想拿捏一下叶浩宣 这没有其他的意思 他现在对天宫是越来越不满意 而且天宫用的人也是越来越垃圾 灵萧这女人完全就是一副小孩子的心情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是凭着自己的喜好来的 他和自己有些恩怨 所以他就想办法要压自己一头 为了压自己一头 他甚至不惜滥用他手中的权力来制服叶浩宣 这让叶浩宣十分的不齿 求他下辈子吧 他真的以为除了他自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幼稚 一看到叶浩宣的脸色 李延新就知道 今天的事情一定是贪崩了 不过李延新知道叶浩宣会有办法 现在华夏的中医团队已经出发了 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抵达美国 那到时候中医将会在美国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美国华盛顿 世界医学协会的总部同样在这个城市 这个地方是医学的盛典 这里聚集着世界各国的顶尖医学的人才 每年的夏季 这里都会举行一场隆重的医学交流会议 让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顶尖的医学人才 都会在这里聚集 他们将会在这里分享自己这一年来的 医学的心得 今年也不例外 在一个巨大的会场里面 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医学人才 正在举行着一场盛宴 而在这里 这是每一年中最盛大 最庞大的医学交流会议 很隆重 所有人都很专心 一位来自法国的医学人才 讲述了自己在脑域方面的见解 他指出说人大脑的潜力 是可以通过科技的手法去开发的 并且这种手法还能有效地 治疗脑癌脑瘫等一些世界性的难题 当然他的说法只是论证的阶段 是一个假想 但是在脑域专科 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他所提出的东西 美国的五十一区甚至是村政佐福 早已经玩过了 如五十一区的脑域开发者 他们的大脑潜力 就是通过了后天的介入 而变得无比的强大了起来 这位医学人才的论文 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当然 有些人认为他的说法很大胆 这种说法实现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医学与科技一样 需要有大胆的猜测 和与常人不同的见解 这样才能让医学 在不断的摸索中进步 一个想法不管是不是真的 大家都会有办法去论证 他的真实性的 这位医学人才下来了以后 主持人走到了台上 他脸带笑意 十分感谢法国来的这位先生 他的演讲 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现在 我们将请世界著名的 心脏血管领域的威尔逊先生 上台与我们演讲 威尔逊先生 是世界医学协会的理事 他的很多论证 都已经成功 可以说 他的成就 影响着世界医学的进步 现在有请威尔逊先生 伴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 威尔逊来到了台上 他向众人质疑 威尔逊先生 在您开始演讲之前 我能不能先向您提问一个问题 主持人笑道 当然可以 美丽的小姐 你可以向我提出任何的问题 威尔逊微微地一点头 在今年 有人在诺贝尔医学奖上为您提名 可是据我所知 您拒绝了 这是为什么呢 主持人用英文问道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先讲讲我的经历吧 威尔逊笑道 他拿着话筒 首先呢 我是一名心脑血管领域的医生 我所提出来的论证都已经实现 或许大家觉得我的医术 关于心脏方面的医术 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了 但是 大家不知道的是 我的心脏 其实是有问题的 我有先天性的心脏功能 有障碍 我的心脏做过了数次的搭桥 尽管搭桥之后保住了我的命 但是我的生活还是被带来了诸多的不便